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000加仑的容量和增加存款幅度也是价位一致的 这对于一个新增设备来说是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消息 以及他们测量出的34%的资源 都是从2014年3月到2015年6月之间进行的 而预计最大的资源量将会达到25000亩的潜力 目前仅仅开发出了其中的10% 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加大了投资 使用了5个钻头的钻机 开采了155个矿洞 最深的地方达到了93000英尺 开采的峡谷位于内华达州 这个地区相对于相关的法律保证健全 风险地以及配套的基础设施完善 包括了电力和水资源 在2015年开始使用的NI-43-101的资源 最初的初始资本的要求 最低资本支出为1100万美元 他们需要重新转移压碎机和安装碳气提升装置 链油设备打造出一体化的系统 他们经营的特点是 善于在同样的开采环境下 善于降低成本 例如说695到745美元一盎司 低于AISC的成本是725到775美元一盎司 矿区的寿命为6年 即将要开始的NS3-101的资源开采 预计将会从2015年到2016年的 第二个季度开展 最深可以达到9万英里 他们希望在2016年的第二个季度 可以取得突破 目前的经济增长收益稳健 所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公司吧 感谢你的收看 本节目是由杜高斯贝为您联合推出的商品角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见